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 timepiece gdc4的小钢 那谈到表界中的王者 就在指着这个PP的鹦鹉罗 这个AP的王家像素 还有这个VC的纵横四海 他们更是有这个三大顶级杠王支撑 今天小钢会和朋友们讨论这个纵横四海 特别这一款 是因为我最近也有留意到 这个表的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回稳之后 其实很多表都很值得入手收藏 当中就有这一只纵横四海 这个Vacheron Constantin VC 这个僵尸单顿纵横四海 这个最新 就是目前还在贩售的这个第三代 那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来讲 这个第三代可以讲是 几乎都不到劳力是Datona Datona的它在市场上的这个价格 而且当然不论品牌或是它的这个工艺 以表论表来说的话 绝对比Datona好很多很多 而且作为三大钢王之一 这个热门度和流通性也不差 所以真的非常值得入手玩 那第三代是在2016年发布的 用的是这个41mm的这个表克的尺寸 那上比它旧款的这个第二代 上手确实更加完美 因为上第二代是用了这个大概在42.5mm 那41mm上手绝对是非常的完美 这个数据 那它这个马尔他VC logo 它这个造型的表圈 识别度非常高的这个表圈 也从上一代8个角 改为现在6个角 那其实从2016年到目前为止 2023年来讲 纵横四海 我发现其实它有非常多一些小细节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 但是这一些小细节都很少人会去讨论 因为毕竟不像劳力士这样 那你出一个款 每隔一年的一些小细节 都会被放大拿来讨论 那就好像这个白盘的这个2016年 你看下去是比较偏白的 其实那小刚也发现了 2018年之后的这一些白盘 它就比较偏银白的 那两者其实都是一样 拉丝的这一种雾面的这个放射纹 看起来其实两个都是非常的高级 但是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 这个2016年早期的那一种 比较没有那么偏银白的那一种搭配 那其中出过一款是中褐色的表盘 也是最快停产的这个款式 那个其实我是觉得真的非常的漂亮 可是它一出了一阵子很快就停产了 那这个第三代呢 我觉得配胶带是真的最舒服 最好看的哦 搭配在这个第三代 完美的展现出 High End Luxury Steel Sport Watch 这种高级运动表的这个味道 当然你也可以搭配这个一眼就认得出的这个钢带啊 绝对是V系啊 纵横四海最经典的这个搭配的元素 那相较起AP和PP来讲的话 这个V系它有个特色就是它用了这个快拆更换表带这个功能哦 可以说真的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乐趣啊 随时可以换不同的表带 而且我上网收哦 我发现网上有非常多不同表带的这个选择啊 给这个第三代纵横四海 非常多的这个颜色也非常多这个材质 你可以去定制可以定做 那再来就是被盖克的这个V系这个logo哦 在偏排上面哦 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哦 那对比起这个小刚手上2016年这一支 跟2018年之后哦 它那个logo 你会看到有个马尔塔 logo那一部分那个V系的logo 其实它那个距离哦 是比较大的 2018年之后那一些啦 那2016年的它这个是比较窄的哦 那第三代做了透备工艺的设计哦 可以让你直接欣赏机型的运作 而旧的第二代哦 它是被盖是雕刻这个帆船的机型啊 那它是没有做透备的 而且它是用了这个外厂的这个机型去改的哦 所以第三代比第二代的价格高那么多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第三代它机型是一个真正热内瓦印记的这个机型哦 那第三代本来其实一开始就是用这个5100的这个机型啊 去到大概2019年开始 它又换了5100-1哦 5100-1的这个机型哦 那这个其实在官网它是没有提到哦 那换了这个5100-1的这个机型哦 这个机型哦在它甲板的这些客制啊 还有它这个甲板的这些布局啊 都和之前5100是有不一样的哦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新的5100-1啦 其实是更好看的 不过它机型的规格其实都是一样的哦 而且这个5100系列的这个机型啊真的是一个真正热内瓦印记啊 就是GENUA SEALS 35认证的这个机型的工艺哦 它这个宝石的这个数量已经高达37颗哦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三针的这个呃这个机型哦 那凭震率是一个28800凭震率这个呃4Hz的这个机型 也一样搭配了这个22K真金上链的这个自动摆脱哦 那机型的甲板和所有的螺丝啊 都有最顶级的这个打磨修饰 和这种倒角的工艺啊 那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白色啊 银色还是蓝色的这个表盘搭配哦 留言在下方让小刚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